由於剛才 我們用這種直接指定的方式 先把它刪掉 在Editor這邊 我們剛才是使用這樣的方式 那JavaScript裡面的這種方式的話 會做那個位置的參考 所以整個會出現問題 會出現連動的問題 我剛才有搜尋了一下 它有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可以做Assign 把物件丟給它 那這種方式就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來做一下 所以我們第一開始的時候 Edit這邊 有問題的刪掉 好 我們這邊會利用到 Object 它的 Assign 的功能 的 的方法 那它要 前面是一個 物件 那把後面的物件丟給它 這樣就會打破它那個關聯性 所以等我們取消的時候一樣 像 object.assign 的方法 那前面是空的 那把這個 我們剛才備份儲存的資料把它 丟回來 給class object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看看 音樂 音樂律動 好 那編輯 這邊不小心改到資料 那我們要取消 它就不會去存存進來 我們再編輯一次 那更新這邊一樣 更新我們目前還沒有做動作 所以我們按更新其實它是不會有動作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做更新的動作 所以我們這邊會執行更新的動作 好 那更新的動作就是說 我們會把 取到的資料 也就是 list obj 這個資料 我們要丟回去給google 它裡面的一個程式來做更新的動作 所以我們這邊要做一個更新的動作 我們這邊會做更新的動作 我們這邊會做更新的動作 讓它會傳進來一個class的物件 那我們一樣先把它接收過來做一個log的處理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接收到 好 那我們這邊就要丟給它咯 所以我們開始要丟 google的方法吧 google 我們一樣來看一下之前的那個寫法 因為這個有時候不常寫都會忘記 google是用來看一下之前的那個寫法 那它會run一個方法 也可以不傳回值啦 所以我們用這個底下不傳回值的方法 所以它會去run 課程管理的這個update 而且會把list.class.object傳給它 那傳完之後它就主動去把這個狀態給關掉 好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雖然實際上我們這邊的更新都還沒有寫東西 但是它看它有沒有把這個物件傳進來 待會我們這個檢視紀錄那邊可以看 雲端夜譚 編輯 那假設我們這邊有做一些配注的話 那我們做更新 它這邊就會有東西 那我們看一下實際上紀錄有沒有把它傳進來 好果然是有傳進來的 而且這邊也會有我們新的背書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實際的資料給 給做 給處理進去 好 那要怎麼去做這個處理呢 好 好 那做這個處理 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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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要來建一個 東西啦 好 我們來新增一個 因為我打算就是 到時候要把一些相關的功能給 給就是Google試算表的功能把它打包成一個 嗯 類別啦 那我們可以很方便的去做一些處理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 指令碼 指令碼 那指令碼我們給他取名叫做 我的工作頁 所以這裡會做一些事情 好 好 那我們來做一些事情 這個我們叫做 那個 制定 sig 做 類別 好 那這個類別呢 我們會設定一些東西 我們先把底下刪掉 好 好,那首先呢,我們要利用JavaScript它的寫法 它就是設定物件的寫法 所以是VAR 我們就取跟它這個名稱一樣的 myship 它是利用一個function的方式 那function進來,這樣可以做那個物件的建立 那物件的建立,原則上我們希望傳進來是一個 SquareShift Google的這種試算表 就是這個工作表 傳進來 而且我們建立這個畫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它會傳進來兩個字 就是它要傳進來,第一個是這個表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名稱 就是課程,或者是其他工作表的名稱 以取得不同的工作表 好 那這裡的話,它工作表的話 如果這個有傳進來的話 那我們就傳進來這個物件 SquareShift 試算表的物件 而且給它表明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取得工作表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可以取得工作表 好,那我們這邊建立一個工作表 所以它是利用 這個就是它先賦予這個MyShift 一個Shift的屬性 好 就可以利用SquareShift GateShift 就是利用名字去取得工作表 那這個名字就是上面這一串 就是傳進來這一串 好,所以它這個表物件 就是這一個 那這個的話 它是可以用Google Apps Script 它的一個方法叫GetShiftByName 去把名字 抓出來 那就會抓到 這個表 好 那你傳不同的名字 它就會 它就會取得不同的表 如果說這邊還有其他的表的話 那這邊就是 依照取得不同的 取不同的名字 就會取得不同的表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要去計算 這邊總共有幾欄 好 所以我們要計算一下幾欄 應該說這個是它的屬性 這個屬性 是在做這個什麼工作表 那另外一個屬性 就是有幾欄 我們先來取得這個 1 2 3 4 5 6 7 這個欄位 那我們如果我們先 我先去新增 先不要去新增 我們就先去取得 欄位 欄位長度 那它取得方式就是利用這個前面取得的工作表 它可以去 get 它可以去 get get list column 這個get list column 它就是會去取得 這個最後一個 那也就是知道它的長度 那知道長度之後 好 好 那我們就知道它的長度 那先暫時這樣 之後如果需要擴充的屬性的話 這邊可以繼續擴充 好 那我們先暫時寫這樣 就是我們也知道它的長度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想要計算這個 總共有幾筆 那這個幾筆常常會變動 所以我們是另外 去針對這個表 my shoot 去做一個擴充的方法 那它是利用Prototype 好 所以它是去取得這個表的 Rest Roll 就是這裡 然後Rest Roll的話 但是呢 我們第一行是這個嘛 所以它要再扣掉 剪掉一行 那我們先來試試看這樣叫出來會不會OK啦 然後再來繼續做我們先把它關掉這個 説課程管理 拉過來 Detail這個我先關掉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裡呢我們就會去 做一下 R Shift new一個物件叫做MyShift 但是這個Shift它帶兩個參數嘛 所以它帶第一個參數就是這個 等一下 把它扣過來用 它是建立一個 利用擺ID的方式去建立 比較簡單不用每次都宣稿啦 好那它還要有一個名字 那名字就是 課程 所以這是課程 好那我們先 印出一個看看 我們先來測試這個欄位 所以要知道欄位的話 我們只要建立的時候就知道欄位 那它屬性是那個 FuseNum 所以我們這個Shift 就一個 FuseNum的屬性 那我們看看 它出來是不是對的 那我們順便來測試一下那個 資料量有多少 所以是呼叫Shift的Num SOS嗎 Num 對 NumS的方法 印出來 好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然後update OK 好讓我們來看一下 東西是不是對 好欄位 是7.0 7個 1 2 3 4 5 6 7 所以7個啦 那資料1 9減1啦 所以是8 所以9減1 8是沒有錯啦 好那我們繼續 所以當 改天這個檔案做好之後我們就可以通用啦 就不用每個都去寫 要做管理什麼時候就去寫這個東西啦 這個是有一個方便性 那我們繼續擴充一下 好那我們來擴充一下 賣 我們現在是 要做一個更新嘛 更新對 所以更新要取什麼名字呢 fix好了 修改 好那我們這個 修改呢需要 傳進來什麼東西 第一個就是 我們希望傳進來一個課程的編號啦 然後再來就是 呃 呃 我們先做一個叫傳進來整個物件好了 這樣比較單純啦 就是我要傳進來這個物件 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有一個物件 obj 好 那 傳進來的時候 然後 我們先看一下 到時候呢 我們這邊其實會做一個動作叫做shift fix嘛 我們剛才取的名稱就是 這個名稱 那他會把 那他會把我們這個clays object 給丟進去 做修改 好所以他傳進來這個obj就進來了 那我們也是一樣可以看 傳進來的東西是不是ok 好那先看一下那我們看一下他的 那個課程編號就好了 課程編號 然後 那我們可能需要看一下當初的那個課程編號他的 的名字 id啦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id看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音樂律動b1 那他點編輯之後 其實這個b1好應該要鎖定了好不然他會去 不小心改到就出錯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是不是有 有記錄 b1沒錯了 那這個 這個 鎖定的問題我們彎點 之後再解決了好 那不是 不順道我們順便解決一下好了 那個其實他只要把上面這個 讓他不要改就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應該這樣叫他就不會不會讓他改到雲端樂團 那邊編輯 上面這個不能改了 用課程編碼就是固定不然你到時候會找不到不知道是第幾行可以要改資料了好 那我們繼續 做一些動作 好那這個就可以先 先暫時不管他 我們這邊就要開始做一些編輯的動作 那首先呢 我們要把要的資料給給處理一下變成正列 叫做 物件轉換成 正列 因為Google 儲存的時候好像是用正列去儲存了 所以的話呢 EAR DATA 他就等於一個正列 那這個正列呢有OBJ的ID 我們來看一下 把detail 又要打開 然後 NAME OB OBJ的NAME 然後 OBJTIME跟CodeType OBJ的Cod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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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的CodeType跟CodeType 然後這個我直接用Code啦 小塊也比較不會打錯 obj obj 這一串 好,那這個就是一個轉成一個陣列 那我們一樣來看一下這陣列 好,讓我們看一下陣列是否OK 看一下記錄 所以是B1音樂律動沒錯 而且有修改的東西 好,那我們繼續撰寫 要把它寫進去這個 資料裡面,而且是 這裡 音樂律動 所以呢我們是去找 它的編碼ID是 這個 DataID的那個字 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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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所以我們待會要去先去找出他到底是在哪一行 那我們這邊會去再寫一個方法,再擴充一個方法,叫做 找到該ID所在的列數,這樣我們才有辦法把它進行修改,所以我們繼續擴充 叫做 get load index by id 那他會先傳進去一個ID的字 好,那他到時候會返回看他找到是在哪一列,比如說現在要到時候應該要找到第四列了,所以我們繼續來撰寫,那怎麼去撰寫呢 好,首先我們應該去 應該取得這裡所有的資料,好,我們來去去看 那這個我們先暫時弄掉 所以待會我們這邊會去呼叫一個叫做 google.list.get load index by id 啦,那會把 obc 的 id 傳給他 好,那我們來做找,查找 所以這邊查找出來的sure list 那我們來用他的google的appscript的方法,那這個shift的工作表的方法一個叫做get range 那他範圍要怎麼找呢,我們從這個列,開始的列是第二 所以我們從第二,然後第一行,然後第一行 所以開始的是這一個格子,2,1,然後要往下找到這個就是他的資料最底下,那資料最底下是哪裡呢 就是我們這個自己的,不是有一個方法嗎 就是上面這個num的方法,所以他總共會從這裡開始找,找到你的最多最底下的資料量 好,那就是這樣,然後範圍取到之後 然後再去取得他所有的值 gave values 好,那我們一樣先來看看啦 是不是我們要的東西 所以這個陣列應該是要取得是 A1到F的陣列啦 好,那我們來執行一下 好,那我們來執行一下 呃,直接執行 好,我們先隨便 隨便弄一個,繼續來弄一下 好,所以他會去取得這些陣列 好,那這樣是沒有問題的啦 好,那我們繼續把它寫完 那我們就會去依照這個的長度去找囉 所以我們用for的方法來找 所以我們用for的方法來找 因為你看剛才這個 因為你看剛才這個 哇 呃,我這邊 等一下 你看看 外面是一個陣列 那裡面會是這樣 第0個 1234567 所以就是這邊會去 去比對 第0個1234 看他長度是多少 那看他有沒有 等於我們傳進了這個ID 那如果 找到的話呢 我們就返回 返回那個列數 那找到的話 因為我們前面還有一個 所以記得要去 去加他那個數目 所以他是找到的話 就是 i 他去加 加2 嗯,我們先這樣試試看 好,那如果說真的整個 都處理完也找不到的話呢 我們就 反回0了 好,那我們這邊一樣 去看一下 給他一個變數值 那一樣去打印一下看看 是不是找到 好 好,那我們一樣 利用這一筆來做 練習就好 所以應該是B1這一筆 那B1他是在哪裡 B1他是在 1234第4個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紀錄是不是在第4 果然沒錯 果然沒錯是在第4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找到第4 就可以去做資料的修改了 好,那我們去進行 這個是 找到 第幾列 那 我們開始做 資料修改 那 這個資料修改呢 我們先要去判斷 RollIndex 它代理 因為小 等於0的話 它就是 這個就找不到嘛 所以我們應該要說 它至少是 應該說至少是2 2以上 因為第一個也不是 那應該是 至少要2以上才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這邊 應該要2以上才會進行做修改 那怎麼修改呢 就是一樣修改 利用Google Apps Script的方法 它的工作表也一樣是 GateRange 那GateRange的話 一樣是 它一開始是這個嘛 比如說它是 看它第幾列嘛 所以我們一樣是 一開始的 叫做我們找到那個 列數 就是開始的列數 那 開始的 位置 那是第一個嘛 一樣是第一個嘛 那這裡的話呢 那這裡的話呢 它就會 說你 一開始是 某一個格子 那要擴充 呃 幾欄呢 所以這是欄 它是可以去做這個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 這裡有 有欄數了嘛 FuseNumber 所以我們 FuseNumber 所以我們用那個位置去擴充 呃 哦 沒有 這邊少一個東西 因為它一開始是 這是開始的位置 那它這邊是你要跑幾列 其實我們只要修改一筆 所以是一列而已 那一列裡面要去修改幾欄 所以這個是它的欄數 所以欄數就是一列裡面去修改這麼多欄 到這裡 好 那我們這邊就是這樣子了 然後它有一個方法叫 saveValues Values 那就是把我們上面這個正列給它 好 存一下 好 我們來進行實際的狀況 好 音樂律動 那我們這邊給它改成小三 隨便改一個東西了 好 小三之一了 好 更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咦 這裡沒有改到 好 我們整個重新再來一下 音樂律動 編輯 小三之一 更新 咦 這裡為什麼沒有更改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log有沒有進來 啊等一下我發現一個地方錯 因為這個 這個是類似一維正列而已 那其實我們傳進去的是二維正列 所以要再把它加一個那個 中瓜 再看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試算表這邊 這邊就會有改到了 好 改別筆看看 雲端樂團看看 XX 雲端樂團 那邊幾 限制 就是 5 更新 好 雲端樂團這邊就會多一個5 好 這個就是修改的方法 好 好 我們先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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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